这女孩的脾气有多恐怖 在地铁上被人挤了一下 她就直接一巴掌过去 小时候 男孩嘲笑她 她立马把男孩的头按进了蛋糕里 她长大后选择了参军 因为天生暴脾气的她 甚至还把队友和长官都揍了一遍 她叫小美 她自打出生开始 就患有一怒症 只要是让她不顺眼的事情 她就会怒气上头 然后情绪失控 为了抑制住她的这个情绪 她不得不借助电机设备控制自己 这天晚上 小美正要去餐厅相亲 来到门口就看到一个男人 用语言侮辱停车的服务员 小美的怒气开始上涨 脑海里呈现的都是她胖走男人的画面 正要爆发时 小美按动了电机按钮 这才让她稳住情绪 随后 小美来到餐厅与她相亲对象大山见面 两人坐下开始点菜 大山说想吃一份西红柿炒番茄 而不耐烦的服务员却说 他们没有番茄只有西红柿 服务员像一个魔人精 一直刁难大山的点菜 而小美此时早已怒气冲冠 她握紧餐刀正要爆发时 还好大山点了份烤鸡腿 服务员这才不为难她 小美的情绪也慢慢控制了下来 随后小美去洗手间补装饰 却听到那服务员躲在厕所里 说自己的坏话 小美这次忍了 她按动按钮 正想要离开时 服务员又接着说起了大山的坏话 小美忍不住了 尽管她怎么按动电机按钮 都无法压制她的情绪 下一秒 泄愤完的小美也匆忙地离开了餐厅 服务员也晕倒在厕所里 小美回到家后 她怎么都想不明白 以前打架都是为了自己出气 但昨晚居然为了大山而动手 第二天 她急忙地来到了治疗 她的心理医生突哥这里 突哥一见她推门进来 赶忙掏出枪防备起来 看来突哥也不少挨揍 小美赶忙解释说自己没失控 这次是来修电机设备的 突哥了解后 还是让她把手铐给自己烤起来 以防万一 随后突哥把电机设备修好了 还调高了电压幅度 小美也告诉了突哥昨晚的情况 想让突哥给她把把关 而突哥却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终于有个让小美控制住情绪的人了 突哥建议小美 不妨试着和大山出对象 于是到了晚上 小美约了大山出门 两人碰面后 小美发觉和大山非常聊得来 回到家后两人还进一步地交流了 第二天 小美一觉醒来 而大山已经为她准备好了早餐 这是小美第一次有人这么照顾她 她开心地都扭了起来 小美还去找了突哥 而突哥也是照旧拿起枪防备 小美说非常感谢突哥的建议 回到家后 小美正等待着大山回家 就在这时 警察局的电话打了过来 警察告诉她 大山遇害了 小美的表情瞬间消失 小美来到警局后 才知道大山真的遇害了 相比心里的怒火 心痛来得更加浓烈 大山的死让小美无法相信 小美决定找到杀害大山的人 并帮大山报仇 第二天 她来到警察局 拿到档案室门卡 接着进入档案室 翻越了大山的遗物后 拿走了重要的物品 随后她找到一个天才黑客 想要破解大山手机里的信息 想看看有什么重要的线索 于是黑客很快就破解了手机 但大山的手机里 似乎被人清理过 只发现最后一次的通话记录 是打给一个黑帮老大的 黑客也将地址查了出来 接着小美赶往了那个地址 小美来到地方后 她发现是一个黑拳馆 小美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对面的黑帮老大 她直接走过去中断了比赛 她质问黑老大为什么要杀死大山 而黑老大却说 想知道真相就得打倒她的三个大将 然而她并不知道 小美的实力有多恐怖 她从没见过这么生猛的女孩 只见小美一拳干倒了一个 接着又胖揍了另一个人 小美被突袭了一脚 她也很快站了起来 小美一个翻身 直接放倒了打手 一旁的黑老大坐不住了 赶忙叫停了他们 于是黑老大也带着小美上了车 在车上 黑老大告诉她 大山指定是得罪了幕后老板 所以才会遇害的 可小美一点也不慌 她来到了幕后老板的大楼 接待她的男人 似乎早已明白小美会来 两人上了电梯后 小美直接被打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后 小美身上的电机设备也被拆除了 男人劝小美不要再调查下去了 于是便让人送走了小美 此时 小美害怕情绪失控会乱打人 她来到突哥家 请求突哥再造一套电机设备给她 突哥也答应了她 第二天 小美回到家后却发现 大门似乎有人撬开过 她觉得是有气敲 于是她从窗户翻了进去 没想到 大厅却躺着一个炸弹 而且随时可能爆炸 于是小美淡定的把炸弹给拆了下来 放进自己的背包里 小美来到厨房打开煤气 在微波炉里放了个锡纸球 接着就离开了家 时间一到 小美的家也炸了 因为她知道肯定是幕后老板派人追杀弹 她这么做要让那些人以为自己炸死了 到了晚上 小美靠着精湛的攀爬能力 爬上了幕后老板的楼顶 正当她到达顶楼时 上次那个打晕她的人 早已在楼顶等着她了 于是小美又被男人带到了幕后老板面前 小美没聊几句 她又被男人给打晕了 醒来发现自己被绑起来了 一旁还有电锯在等着她 男人为了压制小美 还给小美输着镇定计 就在男人转头时 小美瞳孔一收 瞬间正开绳子 男人见状也不含糊 上来就是一脚 还用铁链把小美挂在钩子上 此时的小美 意识也在慢慢恢复 突然蓄了一脚 紧接着又一飞踢 男人趴下了 小美简单地问了男人老板的去向后 随着一阵惨叫声 男人隐恨西北 随后小美走向楼顶 路上阻拦她的人也被她轻松搞定 小美来到幕后老板面前时 却发现已经被人给杀了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人从旁边走了出来 小美不敢相信 居然是死去的大山 她愣在了原地 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山演的一出戏 为了解决掉幕后老板 大山故意接近心理医生突哥 让她推荐大山给小美认识的机会 两人相处后 又故意制造出被老板刺杀的假象 从而达到让小美给她报仇的目的 而且老板的死也可以嫁祸给小美 听到这些 小美又伤心又生气 而大山看到小美想生气时 她也按下了手中的电击按钮 想用高电压折磨死她 强大的电流让小美无法爬起来 此时的小美越想越气 居然被一个渣男如此玩弄 小美的怒气已经上升到了顶点 此时的大山也发现按钮慢慢失灵 小美开始恢复了过来 但小美并没有选择出手 而是把背包丢给了大山 随后跑到了电梯里 大山问小美这是什么意思 小美说临别的礼物 大山也好奇地打开了背包 下一秒 之后 小美住进医院开始修养身体 她也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 好了 影片到了结尾 不妨提一句 单身久了别眼花 防火防盗防渣男呀 我们下期见